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新疆举行的冬季运动会 男子丹仁华短节目第二次比赛 首先出场就是严寒 严寒曾经代表中国参加了索契奥运会 并且获得了第七名的中国男单冬奥会最好成绩 短节目优越与众情 后外点击自由票 按照规定 将得到一分的加分 跳进三股旋转 跳进三股旋转 阿斯戴尔三周跳 只要周数足的话会得到0.5加分 有点遗憾的是洛宾不是太完整 这边运动员的特点就是速度大 然后结果他就是每一次他去做跳 我都特别担心 因为有的时候他离板墙太近了 命运步伐 今天应该说可能是他有一些紧张 还是因为当代动作失误 当代我们看着步伐当中也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他是一个华性技术非常优秀的选手 像我们学会控制的 像我们学会说很走硬 哈尔滨代表队的严寒表演结束 我们今天看到严寒这个服装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 他的新英比赛服还没有做好 所以说只穿了一个训练服 严寒的特点就是滑行技术非常优秀 其他的选手教练会说速度快一些 他比赛呢 他训练教练会说把速度控制一下 对因为他有的时候会 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跳的时候 这个行走速度特别的好 高度远度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 他去比赛的时候 去美国战比赛的时候 因为场地小 所以说他很容易就是这个跳跃离 我们所说的板墙特别的近 就会有危险 像刚才他做连跳的时候 落冰没落好就直接创造点 先来看他的后外点兵 一二三四 他的其实难度配置是 应该说是不低的 因为他有四周 有阿克萨尔三周 有勾手三周 接后外点三周 这样的配置 这上的阿克萨尔三周 是有一些落冰的翻身 连跳来了 高手三周 看第二条 外点三 离得太近了 其实如果正常滑出来会好 但是他有点翻 对 重心 重心靠后 对 翻了一下 我想可能他自己也没想到 离得板墙实在太近了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失误确实是有点意外 严寒是上一届东运会的南单冠军 严寒净水平分 45.08分 84.48分 对 离得很高的分数 对 所以现在你听到观众们的这个惊呼声 目前排在第一 但他的对手呢 在后面才要上场 这次非常有意思 很容易 对 这次